腳的部分就一直在持續恢復中 其實上哥也是一直在保護我啦 但我就是可能太久沒有在台灣比賽了 所以其實是我跟上哥請戰 所以我想要打 有時候他要把我換下去 是我就說我還能再打這樣 目前的話我覺得自認自己的狀態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好啦 那就每一場每一場去抓狀態嘛 對啊然後後面比賽就 對手高度也越來越高 那經驗也越來越好 我覺得我們就不能像今天第三節那樣子 就是要去處理這個比賽 我們應該還要再做得更好 我們本來在進攻上就希望他們就是展現自己原本該有的天分啦 其實機會到了真的就是應該要展現自己 就像那個巴西傳給翔軍這種扣籃一樣 我希望他們就是說只要有好的機會 他們都應該要展現自己原本有的能力 那球我就有跟巴西應該算有對到眼 然後就我想說他有傳 我就是就是要扣進去 結果就是巴西也有傳 然後結果剛好扣進去這樣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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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自己的拆彈然後有跟俊翔有些交流啊 那時候大概說了什麼這樣 喔 因為其實我在大學已經跟他同隊三年了 對啊 然後 因為其實我在大學其實不太投三分球 然後他就一直覺得我三分球很不準很不準 然後 對啊 然後我今天就是投給他看我就說 欸 我是會投 呵呵呵 對啊就這樣 其實每次打到領航員我們在籃板上面都是處於落後 其實每次打到領航員我們在籃板上面都是處於落後 那今天特別有跟球隊強調嘛 無論如何就是 你起碼在總數上面要要比對方多 然後 雖然還是被對方搶了15個進攻籃板啦 可是我們的確在總數上面是沒有落後的 那因為我們在防守籃板上面保護的好 我們就可以發動我們球隊比較擅長的快攻 在進攻上面 所以我們在得分上面才可以到94分 那其他部分就是壓低對方的防守 因為其實大家有看到第一集的艾爾斯很火燙的手感 然後到下半場盧俊翔 其實就這兩個點 我們今天是防守端上面還是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 那其他部分我們其實做的還不錯 那當然 中線包含翔軍的回歸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在最後那一輪的時候那六場球 不管中線的休兵或者是失誤太多 我們不讓他上 然後翔軍也是一樣 讓他調整回來以後不讓他打 然後他們倆回歸對我們真的幫助非常大 嗯 謝謝 他說的是事實 因為在例行賽的最後三場就是不夠專注 然後打得很差 特別是在工程師的主場那場球 就是有八個失誤 然後就是 很開心就是在例行賽最後的三場比賽不好的結果 然後把他忘掉 然後在基歐賽重新開始這樣 就是在工程中發展中 為何這次的生意 可使用最好 在工程中發展中